他這裡講的別法 前面說 這個受想形 那麼是 只有意識能夠了別的 那麼 也是意識不共了別 不共就是不共其他五識 因為他總共就六識 眼耳平舌生 那眼識只是了別眼根所見到的色法 耳識只是了別耳多耳根所聽到的聲 那所以一樣眼耳平舌生都是這樣 所以他說不共 就是意識不共其他所了別的 所以叫做別法 那麼第二個一切法 就是意識不但 不但能了知受想形 別法 眼等所知的色的 也是意識所能了知的 那這裡就講到 前面是說 意識 意識了別受想形 但是 那其他的眼耳鼻舌生 各個了別他眼根所見耳根所聽到的 鼻根所聞到的 那蛇根所聞到的 身根所接觸到的 這一些 那這裡是 另外總說來講 就是意識了知 除了了知受想形 這些別法 所以他把別法是專門指受想形 三個別法 那麼如果是一切法的話 就是除了受想形之外 那麼眼耳鼻舌生所了別的色受想形 那不是眼耳鼻舌生所了別的色生香味出 也是意識所能了知的 那所知的就是能知的也可以稱為所知的一切 所以都是意識所了知的 都是鬼身他姊認識之性 所以犯稱為一切法 那麼我們要知道 那在阿含經裡面 一切法指的就是 六根六成十二處 眼對色耳對身 鼻對身相對味 身對處欲對法 這個我們叫做一切法 那麼一切法無我 基本上一切法指的是指 眼耳鼻舌生對色生相味出 我們所見的一切 那麼一切其他我們不能見的 那就沒有意義 像如果說 有些動物 他沒有眼根 或是他沒有耳根 或是他聽不到聲音 看不到深海裡面的人 魚是沒有眼 眼根不起作用的 他有眼睛他是眼根不起作用 那所以顏色對他來講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那 我們這個是就我們所了知的 各種不同的狀態 那有像有些能夠感受到磁場的 那像我們就沒辦法 那有些能夠感受到磁場 那麼磁場又是另外一種 一種了知 像我們就可能就不知道 就是對於磁場的感應就比較弱 那有些能夠感受到紫外線 紅外線那種種種的 那麼這種就是感知的能力不太一樣 那我們通常就是六種感知能力而已 就是感官就是六種 那就這個 在我們所能認識的一切 就叫做一切法 那阿涵經裡面一切法就是指十二處 內六處外六處 那這裡導師是說 所謂的別法是指這個 那麼一切法就是指這一切 意識所了 意識能夠了知這一切 所以他把這裡叫做意境法 意境法 好 那這是第二種 當然這個是導師 導師對法的分類 那這種分類其他比較少看到 就是所謂的文藝法 意境法這種 那第三個歸一法 歸一法 就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那當然佛法裡面講一切法 一切法無我 他指的就是這個 指的就是這種六根對六成的 好 那麼歸一法 法是學佛者所歸一的 那這裡基本上 就是我們說的 建法及建佛的那個法 那他也在裡面 那這裡他又把它分做三種 前面文藝法 從廣 從俠來講 那意境法 從別 從種來說 那這裡的歸一法 那這裡的歸一法 可能就是所謂的 一生前來說 好 那麼歸一法 法是學佛者所歸一的 那麼歸一其實就是歸向 依止 歸一的意思是 我依止這樣的人 用這樣的法 然後向他學習 比如說我歸一佛 歸一佛意思就是我向佛學習 以佛為模範 向佛學習 其實他是這個意思的 那麼歸是歸向嘛 依就是依靠依止嘛 那跟我們後來認為 我歸一 我歸一 我就是 我就是受到你的 我歸一佛 佛就保佑我 類似像這樣 就是佛就會加持我 我就是註冊是你的人啊 就變成是這樣 就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說 常常會問 常常有人會問 師父 我的爺爺往生了 那歸一症 要不要一起燒給他 你常常會問這種東西 這歸一跟歸一症沒關係 歸一跟有歸一症 沒歸一症沒關係 歸一是心裡面 一種趨向 一種趨向 像佛學習 佛時代沒有歸一症的 你用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一般人他會做紀念或怎麼樣 好 他說 法是學佛者所歸一的 那麼學佛的人主要就是三保 那在藏常佛教又多一個三師 就歸一佛歸一法歸一聲 叫做三歸一 那歸一法我們說歸一法是向佛學習 歸一法是依法修行 歸一聲就以聲和和 歸一法的重點在覺悟佛所覺悟的 像佛一樣的覺悟 歸一法重點在依佛所說的去修行 歸一聲 聲就是佛弟子 那麼達到佛的親近 那麼聲是和和集團 就是很多人聚集一起跟佛 跟佛學習 那他要達到三種目的 清淨和和安樂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三保的主要的意思 好 他說 約歸一法說 不理文藝法 又不可酌在文藝法 就是這個法 那麼為什麼這麼講呢 他說因為文字表達的意理 他有所謂的聖意地跟世俗地 那麼從聖意地來講 他沒有辦法用文字來表明 比如說講無我 講空好了 講一切法空 那麼一切法空 你只要有文字語言聲音 他基本上你就容易直取 而不空 你執著一個無我還是我 你執著無為 無為就變有為 大字座裡面說的 就變成是這樣 所以通常他說告訴你 不理文藝法 又不可酌在文藝法 比如說波勒經在講空的 那麼你要依波勒經而誤得空 但是你如果知道這個語言聲音文字 那麼你就誤不了空 其實是這樣 所以他說不理文藝法 也不可酌在文藝法 因為文藝 文藝法就是前面的語言文字 然後表達的意理 表達的意理 所以意也有了意不了意 意也有了意不了意 那有分別的跟文武分別的 所以後面有依字不依式 那麼他說只是佛法流傳中的 他叫做遺痕 遺痕就是佛法流傳裡面 他們輾轉相傳流下來的 比如說佛法也是這樣 佛說了之後 那麼地址聽了 然後再輾轉傳下來的 所以他叫做遺痕 那像佛法叫做遺教 就是佛 我們現在學習的佛法 都是佛陀傳下來的遺教 其實是這樣 那不可落在意境法 因為這是一切的一切 意境法就是前面說的 就是你透過 透過你的心事去理解的 所以這個叫做一字不一字 你不可以透過你有分別的心事 去理解 所以他這裡講 他是善惡邪正都是法 善惡邪正都是法 那一般把它叫做法跟非法 非法是邪跟惡 那法是善跟正 正見邪見 那麼善法惡法 那一般把這個叫做法跟非法 另外一個層次的法跟非法 就是說 那麼聖意跟世俗的這一類的 不可說這一類的 好 那麼他說不能顯出佛法的真意和戰 學者所關於的法 可分為三類 我們發現到導師在解釋這個法 那麼就是比較深入 或是比較複雜一點 第一個真意法 第二個中道法 第三個解脫法 那我們之前也說過 那麼有一些人解釋的更多 那麼法有所謂的八種 或是好幾種 那導師是解釋三種 但是三種裡面 那文藝法有兩種 意境法有兩種 規義法有三種 那一般的人 就法真理特質境界本性 就種種種種非常多 好 那這個大概也只有導師這樣解釋 其他的沒有看過這樣對法分類的 真的我大概只有看過導師是這樣分類法的 那有一些像你現在部派裡面 對法的分類就更多了 那主要是兩大類而已 有違法無違法 有漏法無漏法 主要就是兩大類 那這個是就種種的 種種的法來講的 那像據捨論裡面把法就分成五大類 只要還是兩大類 有違法無違法 有違法又分四大類 射法 心法 心所法 跟心不相應刑法 它也是對法分類啊 那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部派的論師 那麼這個法可就多了 種種種種的分類 但是基本上就兩大類 就是有違法無違法一類 有漏法無漏法一類 那據捨論講的一切法 對法作分類 一樣對法作分類 它就分作物質的 精神的 以及非物質非精神的 一般就是色法 非色法 色法 心法 非色非心法 那分作五大類 這個是據捨論對所謂的法 所謂一切法嘛 五位七十五法 對這個所謂一切法的分類 那色法 心法 心所法 心不相應刑法 跟無違法 那通常這個就是從有違法 無違法兩大類來的 所有的法就分這兩類而已 那有些把它分作有漏法 無漏法 那有違有漏 那主要啦 主要是這樣 那這裡是另外一種分法 就不同 不同方向的分法 好 那我們看 他說 第一個 第一個 他說 規義法又可分為三類 規義法又可分為三類 真諦中道解脫 那這我們看起來好像是 差不多差不多的 性質的內容 那我們來看 其中根本又忠心的是 是真諦的德行 那我們說 我們前面有講過 有一些 把道德也叫做法 依法 就是指的是 依有道德的 或是依這個規則的 那麼是中道的德行 是善的 所以一般像經典裡面這樣 法上應捨何況非法 那麼一般的解釋啊 當然金剛經或是導師的解釋 可能就另外一種層次 一般的解釋就是 所謂的法 就是指善的 那麼非法就是 非法就是不善的 所以很明顯的就是 這個法是指善的 善的 好 那 就是 所以他這裡講 前面是善惡邪政都是法 但這裡 主要是善法 主要是善法 中道的德行 他說 這規法裡面 比較根本的 根本的是 所謂的善法 德行的 世尊說 邪見非法 政見是法 所謂法跟非法 法上應捨何關非法 主要是講這個 當然後來就講 有另外一個層次的說法 那麼 乃至邪定非法 政定是法 那麼這裡就講到 所謂的八政道 政見正思為 政以政業 正命正定 正念正經經 這些 就是從政見到正定 從邪見到邪定 那八政道 是法 所以法 隨法行 這個法也是指八政道 因為這裡講到所謂的 所謂的這個善 這個中道法 他說根本的是中道法 那這個用在哪裡呢 比如說我們講 四育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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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育流之就是四種育露 育露肾流的方法 第一個是清淨善事 第二個是天文正法 第二個是天文正法 如理思維 第四個是法 隨法行 好 就行 行這個隨法 正的這個法 這個法 其實就是指涅槃 這個隨法的法 即是八政道 那麼行 隨法行就是依八政道 依這個八政道 行這個隨法 然後正的這個 而正的這個法 法 隨法行 那你要正的這個法 你要隨著這個法 那你看 這個這裡的法則就是八政道 依八政道得涅槃 好 那這裡就講到這個法的 內涅 蓋涅是指什麼 所以法用在不同的地方 它是有不同的意思 像一切法無我 它就不是指這個八政道的法 涅槃的法 不是 是指那個意境法 一切法無我 是指那個意境法 那個法 那個法指的是意境法 那像這個法 隨法行 我們來看 他說 他說這個 政見 政治 政語 政業 政命 政情 政念正定 政治就是政思維 以前的翻譯是這樣翻譯 政情是政經濟 政念正定 八政道為中道法的主要內容 當世尊初轉法輪時 開口就說 好 這裡講到不同的中道 他說 因為他這裡主要在講這個法 主要是中道法 那中道法 如果 你去查的話會有很多種說法 但一般我們就是 從佛法來講主要就是三種中道 那麼第一個講的就是不苦不樂的中道 不苦不樂的中道 第二個講的就是非常非斷的中道 主要是這樣 就對吳比丘 一開始就是講不苦不樂的中道 修行的方式 不能偏於苦跟樂的兩邊 那這個是兩種極端 就是比較放逸 或是嚴格的苦行 那麼這種都不能得到解脫 那麼這個是所謂的中道 中道行 那單單這樣還不能解脫 最重要的是要非長非斷 就是你所正的 那麼不是長的不是斷的 這個無我不是斷見的無我 那也不是有常見的真我 那再從這個非常非斷延伸開來 就是不生不滅 不依不易不來不去 然後或是說不有不無 通常是這樣 那我們先看 他說出傳法輪時 那麼最先說莫求欲樂 即下見夜為凡夫行 那麼是說一邊 就是貪佐於武欲啊 就是我們叫放逸啊 那麼印度也有一派是這樣的 就是要隨順自己的心性 要快樂 現在也有很多人強調這樣 修行就是要快樂 如果你唱歌可以讓你快樂 那你就唱歌 如果跳舞可以讓你快樂 那你就跳舞 如果你吃吃魚肉喝酒會快樂 那你就讓你要聽從你身體的話 聽從你虛擬的聲音 那也有這一派就是隨性 那這個有些就是會強調先讓自己快樂 那所以之前也有一種叫快樂念佛 有沒有 一邊跳舞一邊念佛 一邊唱歌一邊念佛 那這樣可以設心嗎 快樂是很快樂啦 但是這樣能成就嗎 那不太可能真的 但是有一些就是 就是修行有很多千奇百怪的 那有很多就是刻苦的 非常刻苦的 那這個也不行 這個會折磨自己的身心 那一個是放逸自己的身心 這兩個都不行 那印度當時就有這兩種 沙門集團裡面就有 沙門集團裡面就有 那婆羅門裡面也有 就是重苦行重熱行的都有 那一般來講就是婆羅門比較偏重熱行 就在家的 然後婆羅門也有出家的 那通常會說 婆羅門偏向熱 然後沙門偏向苦行 其實沙門跟婆羅門都有 偏苦跟偏熱的兩邊都有 其實都有 好 那莫求欲熱即下見夜為凡夫行 事說一邊 亦莫求自身苦行 自苦非盛行 無意相應 就是沒有意義啦 無意無利 那麼事說兩邊 離此兩邊 則有中道 那這個講起來複雜一點 這個方廣大張元經講的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他說 就簡單了 他說這個是這樣 兩邊 他說出家有兩種戰 出家修行解脫 我們代表解脫 出家就是要解脫的 出家就是要求解脫的 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有些人出家只是為了好好過生活 就是為了出家能夠往生淨土 所以如果是要往生淨土 不一定要出家 那麼出家有兩種戰 其實就在講這件事 但是他講的比較容易記 你說這個中道 莫求欲樂 即下見夜為凡夫行 凡夫所做的放逸 放逸你的身心 夜莫求自身苦行 這三門的 一般出家的在做的 那麼自苦非盛行 就是說你不能解脫 你那麼苦也不能讓你解脫 而且沒有義 但是這個是方廣大莊元經 我們就稍微 方廣大莊元都是在講佛的 佛傳裡面都叫做方廣大莊元 大莊元 你看到大莊元基本上很多都是佛傳來的 他講出家有兩種戰 就卷十一裡面 他說主要是兩種戰 第一種就兩種戰 第一種 心著欲盡不能捨離 不欲來 第二種 第二種是自苦其身以求解脫 那所以一開始你要先 你要先依這個中道法 依這個中道法 要不然就是這裡講的啦 求欲樂即下見夜為防腐血 這是一邊 那求自身苦行 那麼自苦非盛行 無意相應 這個是兩邊 那為什麼佛一開始就說這個呢 因為吳比丘 吳比丘是 你要知道 吳比丘不是要出家的呢 吳比丘是因為西達多去出家 禁犯王 為了要照顧西達多 從宮裡面挑了五個人 去保護西達多的 他們本來是過著富貴 榮華的生活 那為了要保護這個西達多太子 這五個人要捨棄王公的生活 然後去找西達多 那西達多又那個時候又正在修苦行 所以他們 因為你在修苦行的地方 你就是要跟著修苦行啊 你不可能說人家都修苦行 你在那邊唱卡拉OK吃魚吃肉 你早就被人家趕出去啦 因為他那個團體就是這樣的嘛 那個就是大家一起在那個地方修苦行的嘛 苦行人啊 就是所有修苦行的人聚集在那裡 那所以他本來不是要去修行的 他們五個沒有要出家 但是因為西達多出家 去修行禁犯王 打聽到他家那個地方 就派五個人 這後來變成吳比丘嘛 到底吳比丘有哪五個人喔 只有大概三個人是確定 其他兩個人不太確定 馬聖比丘一定是確定 阿諾喬成魯確定 這兩個人是一定確定的啦 就是確定的 其他就有些講的不一樣 那麼 這個 這個這五個人 這五個人後來 去到西達多那個地方 跟著西達多一起修苦行 修了幾年呢 如果西達多 因為一開始可能就去了 那麼至少修五年到六年 西達多聽說修了六年 佛陀嘛那個時候叫西達多 還沒成佛 那他們至少也修了五年 那五年都修苦行 那因為 禁飯王交代他 會來這邊照顧西達多的 所以他就在旁邊 在西達多修苦行的旁邊 也跟著修 那修了六年苦行 西達多沒有成就 他要放棄苦行 他們聽得很沒有辦法接受 聽得很沒辦法接受啊 為什麼 我們 我們 我們是 捨棄 家庭生活 什麼樣的生活 來陪你修行 結果你現在說不修行 其實西達多沒有說不修行 西達多只是說不修苦行 因為這樣修苦行修下去 沒有意義 因為他據說是一麻一麥 那是不是真的一麻一麥 我們不知道 但有可能是形容 有可能是形容詞 就是吃得很少 吃得非常少 那 你說那吃一麻一麥乾脆就不要吃了 一麻一麥那麼小 你有吃跟沒吃一樣 乾脆就不要吃了 有些人會這麼想 我心裡面會想 一麻一麥乾脆就不要吃好了 那還要吃一麻一麥乾脆 但是這可能是形容詞 那就是吃得非常非常少 那一麻一麥這樣修了好多年 四五年 一般講就是六年 那吳比丘有沒有從頭跟到尾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就是跟了五年 大概有 那之後西達多認為 這樣下去其實是不能解脫的 他覺得 但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覺得 這個才能解脫 當時 當時解脫有兩種 一種就是修訂 一種就是苦行 那苦行偏見 就是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後來他要放棄苦行的時候 給人直解連結到就是要放棄修行 所以吳比丘很不能理解 他認為我們陪你修行 最終你說你不要修行 那那他們不是很好嗎 那他們剛好可以回王宮啊 他可以回去嗎 他是被派來保護太子的 現在你說太子不修苦行 去其他地方修行了 我們不理他了 你回去能交代嗎 回去也不能交代啊 所以後來 後來 吳比丘西達多離開苦行領之後 吳比丘也離開了 但是他們也沒辦法回去啊 所以他們跑到哪裡去 跑到陸野院去 自己在那邊修行啊 有沒有繼續修苦行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繼續修苦行 但是他就不在那裡了 因為他們也沒有繼續在那邊修苦行 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陸野院去 那西達多跑去哪裡呢 不知道要跑去哪裡 就一面走一面走 他走到普提嘎雅 那個時候叫做嘎雅 那個時候不叫普提嘎雅 那個時候叫嘎雅 叫加野村 那加野村是後來 釋迦佛在那個一棵大樹下 那麼陳佛後來叫做普提加野 其實這樣 那棵樹叫做普提樹 好 那這個跑到釋迦佛走走走走 他也不知道走去哪裡 因為也沒有其他的善知識可以參返 最早的善知識是 就是他在 在王者城附近的 或是屁舌林那邊遇到的 就是他之前就打聽好了 知道也有人告訴他 然後他去那邊參返 就玉陀螺摩洞子 阿羅羅佳蘭 那麼這個跟他們修 無想 有些說無想定 有些說 非想非非想定 跟這個 無所有觸定 一般是說無所有觸定 跟非想非非想定 但也有說是無想定 跟非想非非想 好那不管 就是跟他修定 修到最高的境界 那他也覺得這樣不是解脫 所以後來才去修苦行 那修苦行 堅持了六年發現 這樣下去 死了都不能解脫 因為身體越來越差 你看他瘦到成排骨 瘦到成排骨 那後來他決定放棄骨型 練摩他法 可是沒有地方去 所以他就一面走一面走 然後看到這一棵樹下 看到有一棵樹 碧波羅樹 後來我們叫菩提樹 那個叫碧波羅樹 那碧波羅樹底下很大 他就覺得 好也不知道走到哪裡去 也不知道去找誰 也不知道去哪裡去 那棵樹很大 他就在那棵樹下 發願 我今天就在這裡修行 假設 我沒有辦法成就 沒有辦法成政權 我就死在這裡 我就決定要死在這裡 不其辭做 就發願 後來沒多久 因為他曾經修過很深的墊 然後他 慢慢慢慢發現到 就見到緣起 那通常是說 通常是說 那麼有留心 就是 夜賭明星論 悟道 那個只是一個就是說 剛好留心化過 然後這個時候 他心裡面的 也有一道光顯線 然後他看見了法 這個時候他陳柏 陳柏的時候 他就想說他要度誰 他首先第一個要度的不是五比丘 是度 教他禪定的 阿羅羅佳蘭 跟芋頭羅摩羅子 結果 他還想到要去度他們而已 就有天人報 或是他自己知道 反正一般說天人來報 說這兩個人 在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以前 都已經往生 那麼剛剛好 那現在在哪裡 現在在無想天 那現在在飛翔 飛翔天 以及無所有觸天 要多久呢 無所有觸天要四萬大節 飛翔飛翔天要八萬大節 彌勒佛再來的時候 都還沒過一大節 一大節是有一千尊佛 一大節有一千尊佛 彌勒佛來的時候 才過 才從第四節到第五節的樣子 才還 因為他是人獸十歲到八萬世間 八萬世間是新的一個節 那個是一小節而有 那個是一小節而有 你看 還過那麼長的時間 那已經沒辦法了 因為他在那個 他在那個境界沒辦法 那沒辦法度他 在色界天是沒辦法的 在無色界天是沒辦法的 沒辦法 所以 他接下來說 那我要去度誰呢 就照顧他的無比丘 照顧他的無比丘 所以他才去 才去路野院 那去到路野院 這些 他還沒去 從普提嘎亞去到路野院 也有一段路 有一段路 那 這個 這個 這無比丘聽說 這個太子要來找他 他們五個都先商量好 等一下他來的時候 不要理他 不要跟他頂禮 因為他本來是他的王太子來的 他們要照顧他 都很尊敬他 但現在他們能鄙視他 就心肝會脆 就是他們五個放棄榮華富貴來照顧你 結果你現在說不休閒 來護持你休閒 結果你現在不休閒 他們很生氣 所以他就離開了 自己在其他地方休閒 他也不能回去 回去不能交代 他又不願意說 你不休閒 你都不休閒 我還護持你做什麼 他也不護持他 不然照理講 要跟著他去 他去哪裡就跟著他去 他也不願意 你看無比就是這樣子 後來佛陀要去找他 已經有人跟他們講了 應該還要走蠻多天的 他們五個就先商量好 等一下太子來的時候 我們都不要理他 不要跟他頂禮 不要跟他講話 因為我們護持他修行 結果他不修行 你不修苦行就等於不修行 那時候的人認為這樣 所以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所以後來佛陀去了 他有威德利 他有威德利 去了無比就看到他 不自覺的五個人都跟他頂禮 那個就是威德利 那個就是威德利 這個在其他的祖師身上 有時候也見得到 所以你本來是 你本來是 看到他是不理他的 但是你見到他之後 你不自覺的就跟他頂禮 那個就是他本身的威德利 慧元大師也有這個力量 或是其他像六祖 他也有這個力量 就是說他修行到一個層次 他有那種威德利 那無比丘 見到佛之後 被佛所射受 那麼五個人同時 本來都大家講好 不頂禮他的 後來大家都頂禮釋迦佛 是世尊 但是頂禮完了之後 他心裡面有疑問啊 說他第一個疑問就是 你不是要修行嗎 你不是要解脫嗎 那你最後怎麼會放棄修行呢 那這個疑問啊 所以釋迦佛才會跟他講 我放棄苦行不就是放棄修行 我放棄苦行正是為了要修行 講這件事 所以他才跟你講 因為他們的觀念就留在 那些沙門 苦行沙門的概念 要修苦行才能解脫 不修苦行就是不修行 不修苦行就不能得解脫 所以佛陀第一個要跟他澄清的就是 解脫要離兩邊 解脫要離兩邊 那第一邊就是 因為他們認知的就是 解脫你要解脫 你一定不能五欲 要離五欲 這個是他們知道的 那所以這個離 離這個第一個 第一個 莫求欲樂即下見 也有凡夫行 這個吳比丘是知道的 他認為這樣是不能解脫 所以他苦行就是要離欲 要讓身心受苦 那但是第二個 第二個 這只是一邊 這只是一邊 你所知道的一邊 那麼你認為你這一邊 是生死 欲樂 欲樂 凡夫行的五欲享受 這個是生死 那麼苦行的這個是解脫 不對 苦行這個是另外一邊 他在跟他講這個道理 就是說 欲樂是一邊 這個你知道 這個是生死邊 就是這個是生死型啊 雜染葉 這個吳比丘知道啊 因為他們的修行概念就是這樣 這個是雜染型 這個只是會造成生死而已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像我們之前早期修的苦行 求自身苦行 這個 這個也是生死邊 這個也不能解脫 所以叫做什麼 非聖型 一個是凡夫嘛 一個是聖嘛 就是凡跟聖嘛 你看一個是凡一個是聖 但是 這裡的凡夫行就是非聖型啊 就是你你你你 染佐於五欲 這明顯的凡夫行 凡夫行就是怎麼樣 就不是 就不能入聖流嘛 就是你不能超凡入聖嘛 但是你以為苦行就能夠超凡入聖嗎 苦行也是非聖型 雖然他跟一般的凡夫 佐五欲不一樣 但是他也不能得解脫 他在講這個道理 所以他才會講 五欲這個是凡夫行 但是苦行也不是聖型 就是解脫所要的行為 所要修的法不是非聖型 所以凡夫行跟非聖型 是這個對說的 他看起來好像不是凡夫行 實際上還是凡夫行 生死業嘛 所以五欲相依沒有意義 沒有利益 就是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 沒有意義啊 也沒有利益 沒有道理也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利益 就是因為他這樣修的目的就是要解脫嘛 可是這樣修又不能解脫 勒解苦行非聖潘運嘛 不是你解脫的因 不是的 那這個方廣道戰已經就簡單講 就是講這個 講這個心酌欲盡跟治苦其身 那這個都是不能解脫 所以是說兩邊 那麼這個是第一個說中道 好那無比丘覺得有道理 接下來這個單單講這個中道還不能解脫啊 這樣來你能夠解脫 這個苦行不能解脫 左五欲也不能解脫 這樣怎麼解脫 解脫的關鍵是什麼 無我 解脫的關鍵是無我 那你要知道佛陀時代奧義書已經流行了 佛陀的時代奧義書已經流行 奧義書是婆羅門教的改革啦 佛陀門教本來是以犯天為主的 那麼一切的一夜是由犯天來主宰的 但是佛陀門教後來改革 奧義書改革 他提出有兩個創新的看法 第一個就是一夜有輪迴一智得解脫 就是你輪迴是因為一夜 你解脫是因為智慧 好那這個佛陀也是認可的 一夜有輪迴一智得解脫 第二點最主要分別的是第二點 他的解脫就是 他的解脫是見真我 犯我何一是解脫 見到那個清淨自信的自我 那你這個我其實犯就是清淨的意思 犯就是清淨的意思 那麼你的我其實是從犯那邊來的 那麼你見到那個我 清淨的我 你就跟犯合合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見到真我 見到真我就得解脫 好 那麼這個其實是常見 那印度當時有六四外道 有常見有斷見 多數都是常見 有少數是斷見 就是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 像唯物論 順勢論就是這樣 他是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 好 那麼有一些是常見 有一個很常不變的真我 那阿威叔他也是常見這一類的 那麼你只要有我見 你就不可能得解脫 你只要有我見 你就不可能得解脫 好 所以佛陀後來就跟比丘講 非常非斷的中道 講這個 那這個是第二個講的中道 那由非常非斷的中道 而得什麼 而得解脫 那這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中道 那吳比丘聽了之後 就 他不是一下子五個人都得解脫的 他是一個一個得解脫的 那最初解脫的就是阿諾喬成乳 那慢慢慢慢後來 可能隔了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之後 那吳比丘都正阿羅漢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正阿羅漢的就是阿諾喬成乳 那後來慢慢慢慢 五個比丘都正阿羅漢 所以事件上 事件開始有六個阿羅漢 那包括佛陀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再順著說 那第三個中道 一般來講 第一個中道其實就是非苦非樂的 這個是修行的方法 不能像凡夫這樣 那麼也不能刻苦像外道那樣 那麼有一些沙門外道那樣 苦行跟熱行都不是解脫行兩邊 第二個最主要的最主要的中道 是不長不斷的中道 沒有一個很長不變的我 也不是死了之後 什麼都沒有 唯物論的那個無我 那個也不對 所以 由這個正到無我 緣起的無我 緣起的我 那麼 那麼所以 依這個得解脫 那第三個中道 基本上是對 修行的態度 對二十一爾講的 心太急 沒辦法解脫 心太緩也沒辦法解脫 急 越急著想解脫 越不能解脫 那你緩不濟急 都沒有想要解脫 那也解脫不了 就用彈琴的批 跟他講 你太急了 心急 不能解脫 那麼你不當一回事 那這個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世間人 不當一回事 那沒有特別精進用功 那也不能解脫 那太精進了 太急了 那也不能解脫 這個是態度 修行的方法 以及修行所正的 那麼就是 必須所正的境界 以及修行的態度 那麼從這裡主要講 那中道有很多種說法 主要有這三種 那對五比丘 基本上就是 離苦樂的兩邊 跟離長斷的兩邊 好 那這個導師只講到 離苦樂兩邊的中道法 他說這個中道就是 就是離職兩邊有八正道 這中道就是八正道 就是八正道 那我們剛才講法 他叫法水法 那個法水法那個法就是八正道 一則八正道 誰就是一嘛 一則八正道 那前面那個法是涅槃 所以他這裡有所謂的中道法 解脫法真諦法 好 那到世尊露滅的時候 要露滅之前 要露滅之前 對阿難說 自歸一 歸以法 誤他歸一 那一般來講 自歸一 法歸一 自一子 法一子 墨義一子 那這裡講的是自歸一 歸以法 誤他歸一 那我們通常念的 比較習慣念的就是 自一子 法一子 墨義一子 一子跟歸一 翻譯的不一樣 通常我們是念 自一子 法一子 然後有些講自一與賭或舟 自一舟 法一舟 反正有很多種方法 那我習慣是這樣念 自一子 法一子 墨義一子 只有一子法 一子是自己 一子法 就自己要修法 那我們現在都是義一子 就 依著佛啦 依著菩薩啦 依觀音菩薩 依普賢菩 依地藏菩薩 依阿彌陀佛 依什麼經什麼 自己就是靠 靠 靠菩薩加持 靠諸佛感應 靠諸佛的願力 讓我可以成就 讓我可以消災 讓我可以離苦 讓我可以解脫 這個其實就是義一子 當然我們依止佛 我們不是要靠佛 我們是像佛 我們說過 歸一式 這個是自歸一 那麼就是依止 那麼我們是向佛學習 不是門佛庇佑 不是這樣的 門佛加持 不是這樣的 那多數都是 因為佛法滅後 為天向 眾信仰 眾儀式 眾他力 因為有這幾個趨向 就是 一般是 一般是 性 性 是 性為能路 性是入門 信心啊 是入門 智慧才是根本 性為能路 自為能度 佛法是性自合一 那但是後來的佛法 偏向於信 信佛 信法 就是信 你只要信就得救 後來到日本去 他也偏信啊 就是佛法後來強調性 啊 所以 所以像菩薩佛 大聖佛法有時候特別 啊 就是你這個奏 比如說 這個奏 比如說念大悲奏 那大悲奏 到底有沒有效 你相信就有 你只要相信就好 你念幾遍 啊 然後加持過 比如說我們現在常見的 大悲奏 大悲奏水 啊 那個其實就是偏向他力的 因為你說 你說你念的大悲奏水 那這個大悲奏的力量從哪裡來 觀音菩薩加持的啊 不然你以為是你加持的喔 啊 不是嘛 對不對 那但是你相信啊 那也是像這樣啊 那你說好你念奏 施死 我們現在很多早晚課有施死啊 啊 七粒騙十方 啊 有沒有 然後施死給惡鬼 你這樣念那個惡鬼 煙猴就會開喔 開煙猴喔 那麼厲害喔 你這樣念七粒就騙十方喔 你不然念我的錢看看 一百塊騙七百塊 啊 是不是 哪有可能 但是你相信啊 看不見就 反正有沒有不知道 那你相信就有嘛 後來都是偏信 那麼靠誰加持 靠佛菩薩加持 偏他力 重信仰 重他力 重儀式 一定要這樣的儀式 那樣的儀式 那樣的儀鬼 那 就開始佛 後期的佛教 那麼受到婆羅門教 因為婆羅門教本身 本身就是什麼 他是 他本身就是 從廢陀 祭世萬人 祭世萬人 這個概念來的 那他本來就是 重信仰 重他力 重儀式 那四廢陀裡面 啊 這個葉羅廢陀 啊 那就是 他裡面 四廢陀裡面 那麼 有三廢陀 一個是在講 怎麼唱頌的 怎麼戰頌的 一個就是怎麼 這個儀式怎麼進行的 另外一個就是 講這個奏語的威德利的 那你看我們 我們現在的法會 通常 通常就包含這三部分 那這個其實都是從 婆羅門文化裡面來的 從婆羅門文化裡面來的 那佛法其實不是講這個 佛法重視心的力量 法的力量 正法的力量 那你心要契入這個正法 相應這個正法 而不是那外道基本上都是相信神 不是 他重在相信 佛法重在相應 他不一樣喔 相應於法 跟相信於神 相信於佛菩薩 像比如說現在念佛往生的 那你要相信 相信什麼 相信阿彌陀佛的運力 你只要往生 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你 強調這個 那麼強調這個 就本身就是 強調那個信 那佛法是信跟智 一開始是信 入門是信 根本是智 所以信為能入 智為能度 但是後來只強調信 那信 那麼佛法重點是相應 就是那你學習佛法上之後 你內心自知自作證 但是後來變成強調什麼 感應 我有一些 我雖然沒有做 但是因為我的前程 我有一些特殊經驗 有一些感應 比如說我夢見佛 我見到六搖白相 我見到什麼 我念經之後 這個窗戶有法輪顯現 蛇粒子爆身 反正就講這個 那這種感應也是有 神教也有 基督教也有 回教也有 你以為沒有 所有的宗教 原住民也有 他可以看到他的祖靈 反正這些都有 那麼佛法有別於其他的宗教 就在於智慧 那這些感應 神通 外道修也會有神通 你以為道家修沒有神通 也有 呂洞兵 呂洞兵 和宗禮 他們也有神通 他們也有感應 他們可以點石成金 他們可以延長壽命 他們可以返老返童 但佛法修的不是這些 這一些都是外向上的 然後外道也有神通 印度那個時代有神通的 不是只有佛教徒 阿羅漢有的還沒有神通 但是外道有些有神通 但是神通也不代表他有智慧 所以有一些有神通的 會墮入三二道 為什麼 邪見 邪見 他看見這隻牛 前三隻都做牛 下一身就升天了 他沒有智慧啊 他就斷定這條牛 沒做什麼事 他就吃草 他就升天 那結論 吃草可以升天 所以他就開始吃草 他也想要升天啊 那所以這個叫做沒智慧 那他人升天嗎 不能 他會做牛 死了會做牛 因為他學牛 他學牛死了就會做牛 那很多人都學鬼 我告訴你死了會做鬼 我告訴你死了會做鬼 什麼叫學鬼呢 你看你修的段 那是鬼法嘛 鬼神法嘛 真的喔 真的 這個你要很注意 那後來的佛法 很多都是傾向於鬼神法 鬼神相應法 真的你好好想這些事啊 但是有時候講這些事 會得罪很多人 但是就是說大家要 大家真的要記得這個 不要出家學伯那麼多年了 最後都是鬼神相應 不是佛法相應 鬼神感應啦 越有感應喔 越有感應 那麼你越容易做他的眷屬 因為此心此夜此人 佛法就是這樣 你的心你的緣你的夜 就形成你未來要去哪裡做些什麼的 就是你我們這個叫做夜報生嘛 你這個夜從哪裡來 你做到會有什麼人 跟你的心認知的造作的希望的 本所思厭嘛 本行所做嘛 就是你過去所希望的 為什麼那些人持戒修禪定 有神通 他還會下三二道 會做牛 會做狗 因為他想 他學牛學狗啊 他心裡面是想升天的喔 他心裡面是想升天的 但是 他目的是想升天 這個心裡面想升天 但是他時時學著牛 心裡面時時學著牛 做著牛在做著事 那麼他會升天嗎 不會 我們一般想解脫 想到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做的都是鬼神相應的事 你認為 你認為 會去哪裡 你好好想這些問題嘛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喔 那我們稍微把這個講一下 所以他這裡講對阿難說 自歸依法歸 歸依法 悟他歸依 那麼 遊行經裡面講的 他是說 意思是說 弟子們應該自己去依法而行 自就是自己啊 你不要靠 你不要只是要依 因為阿難那個時候講阿難才正出國 但是他也有這種疑慮耶 他已經正出國了呢 他都擔心那佛不在我怎麼辦 那些沒正國的呢怎麼辦 那我們要怎麼辦 他已經正出國了 他都還會擔心啊 那你看那些沒正國的 他不是更擔心嗎 所以他講 弟子應該依自己 自己去依法而行 自歸依法歸依 就是自己歸依以法 就是歸依自己 就是靠自己啦 那麼 但是自己就是不行啊 所以要靠佛法 所以自己要依法而行 所依的法 那那法是什麼啊 就開始講 依試念處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說的三人區道筆 也可以是八正道啊 那但是在遊行經裡面 就是佛入涅槃之前 講的就是試念處 試念處就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 那其實就是八正道是一個完整的說法 那試念處基本上是 比較常對比丘說的 就是正念 那試念處是什麼 他就是實際上 智慧定跟慧相應的 觀身不盡 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身受心法 其實就是觀五應無我 其實重點就是觀五應無我 觀身受心法 身受心法就是 身心嘛 五應嘛 射受想行事嘛 基本上是這樣啊 身是射啊 然後受 然後心 觀心 心是受想行 然後那個受已經觀了嘛 然後想跟行 那 然後觀法 觀一切法 無我 好 那基本上 基本上 基本上 這個還是不離開八正道 所以 所以 試念處就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 這可見法是中道的德行 所以法既然是道德的善行 所以成佛就是道德的圓滿喔 成佛是道德的圓滿 這個在 應該是在 這裡後面有講到 成佛是道德的圓滿 就德行 好 那 所以他這裡講 我們把 稍微把這裡講到一個段落了 那 因為 法是道德的善行 那不善的 就叫做什麼 非法 所以 一般說的法育經 法善因者何況非法 就是指善跟不善 但是如果你看金剛經的法善因者何善非法 它是另外一個層次的說法 但是最主要的法善因者何況非法 其實是指這個 就是善法跟惡法 好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 大家合掌為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